我们来看刚刚说到的最新消息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今天报道 新泽西州警方称当地时间4号晚 在帕拉莫斯市的一家商场内发生枪击事件 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商场内有一名枪手 有目击者听到了数声枪响和爆炸声 警方已经赶往现场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相关的情况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跟进